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來核子思辨 我是核子不仁 今集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他在網絡上高 當然他說這是真人真事 不過其實真還是假都不相關 在全世界 又或者在香港地 世界各地每個地方都有機會遇到這個同類型的事件發生 在這些事件發生的時候 我們作為子女或者父母 應該怎樣去選擇 走哪條路會比較正確 每天都會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一個九歲的小女孩 我們稱她為小美 小美在九歲的時候得到一個很罕有的白血病 需要進入醫院做一個長期的治療 在她做治療的時候 醫生就跟她說 其實你們即將要進行一個比較大的手術 而這個手術的價值 就等於她爸爸現在全部身家 當然她爸爸就說 可以了 小美 你可以放心 完全沒有問題 我們會安心地安排這個醫療給你 也可以照顧你一切所有的需要 但其實家裡也不太加勁 變了她媽媽其實是繼母 就下了這個最後通疊 如果你真的選擇繼續救女兒 或者給她錢去做這個手術的話 她就離婚了 她爸爸在當場就惡了言 也不知道怎樣反應好 其實小美也知道 其實這一筆費用是不是應該花 她也知道她做完第一次的手術之後 可能接種而來會有更高額的費用 會等待她 所以她在這一點其實都心裡有個數 在她心目中最怕就是一件事 又要用了她爸爸媽媽的錢 之後還要治好自己 又或者是除資源下去 還會有更高額的醫療費用存在 其實她爸爸也在想這件事 其實她和她老婆都還年輕 真的很需要這筆錢去繼續去用 又或者是真的怕她救不到女兒 又或者救完女兒之後 都會有更高額的醫療費用 她都未必支撐得起 到時支撐不起來 那就等於第一筆錢都浪費了 到最後她就選擇了給女兒 順其自然地繼續去治療 治療不好就沒辦法了 之後有一天 女兒就走過去問爸爸 爸爸 你不會丟下我吧 她爸爸心裡有一陣子的難過 難過完之後 安穩回自己的心情 就跟小美說 放心吧 你的病會治好兩天 小美就很開心地 這樣依偎著在她爸爸的身邊 在她離去之後 她爸爸就整理她的遺物 整理遺物的時候 就看到她的筆記 她打開了她的筆記 最後一頁 怎樣撕心裂肺就是這樣 其實她的女兒小美 已經寫下了一句說話 就是 其實我知道我爸爸已經不會再救我了 也都是我最主要就是想聽她一次 我願意 放心吧 我會照顧你 我就是想讓她再愛我多一次 這三句說話就是她的筆記 最後的一半 最後的三項字 作為小美的爸爸 她當然就是豪哭大哭 在那個情況下 根本就撕裂了整個人 她失去的 不再只是這個女兒 她覺得自己失去了全世界 這個故事就是告訴我們 其實在當下你選擇 怎樣為止對 怎樣為止錯 其實沒有對錯的了 最主要就是你會不會後悔 或者是你知道可能盡了力 都沒有想回不到結果 但是你有沒有試過盡力 或者你有沒有爭取過任何一個機會 去愛你愛的人 怎樣衡量選不選擇一件事的基礎 就是我知道我盡了力都未必得的時間 起碼我盡了力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就要知道過程 需要有一個過程 如果我走過去告訴你 其實相對論就是E等於MC Square OK 答案出現了 那怎樣 其實一般人就這樣E等於MC Square 就是相對論的其中一條公式 那怎樣呢 其實我們反而就是 很少去了解整個過程 而為什麼E等於MC Square 這個相對論的公式會誕生呢 其實他們最著重就是整個過程 而不是只有結果 你要知道整個過程怎樣走 也是我們人生中其中一個體驗 正好似因為最近我跟媽媽去看醫生 當一刻我才發現原來媽媽不停地去公立醫院看醫生 因為公立醫院的醫生是真的不會被你斷尾的 而是不停地都會每次複診 變了每次複診我們不可能每次都陪她去 有時候她自己去的 但是去到昨天我跟我媽媽去的時候 我就發現原來醫生已經跟她說 她的左耳其實已經是有十個音 可能有五個音頻她已經是聽不到 右耳就是現在還聽到 但已經是去到嚴重弱聽的那個階段 那麼去到這個時刻 其實你可以想到一件事就是 究竟自己在做什麼呢 又或者你錯失了什麼光陰 那我最慶幸的一件事就是 我現在去到每一天 早上都還會跟她一起吃早餐 其實可能漸漸演變了不是一個 她需要我去幫她買早餐的問題 是我想做這件事 我買這個早餐給她是因為我更加去享受 更加去珍惜和她吃早餐這段時間 所以就真的真的大家千萬要珍惜眼前人 就是這個意思 不要去到失去了時才懂得珍惜 就是後悔當時為何沒有去做這些事情 而是之後的情緒 又或者有任何的後悔的後果 覺得回不了頭而去怪責自己 然後整輩人就覺得失去了就失去了 而不是其實你們已經擁有了一個非常美好的時光 或者每一個最重要的時光 她都在跟你分享她的喜悅 或者你每一個很榮耀的時刻 都有她在你身邊跟你一起分享 而親人這件事就真的沒得說的 她們是一個血緣的關係 是一個走不掉的關係 是需要去愛的 而需要給她們時間去和她們一起去擁有一些 你覺得值得回憶的一些過程 而這些過程是一世的 那不只是看結果 所以如果你說結果是生來死別的 那這個是必定會發生的事 但是我覺得我們現代或現在 覺得過程一定比結果更重要 結果無論是失敗或成功 但是過程最重要的是 你在當中有沒有學到什麼 體驗到什麼 經歷過什麼 那些就是我們帶走的東西 帶不走的東西就是金銀財產 又或者中飆珠寶 又或者你說這些話的時候 都不覺得有感覺 只是帶你回憶起一些經歷 一些你和你珍惜你心愛的人的回憶 那些時刻絕對會帶得起 你覺得很開心 真正的快樂 真正的開心 真正的幸福 相信就是在回憶的時候得到回來 又或者是你每一個時刻 經歷著你是很開心很幸福 你在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些時間就是最寶貴 而不是說結果就是我賺到很多錢 得到很多財富 當然你投資、理財、工作、事業 發展得好的時候 你整個過程很圓滿、做得很好 然後你就可以得到結果 你賺到錢 又或者你過到你想要的生活 但是這些只是結果 但我覺得大家應該更重視過程 這就是我今天想說的事情 今集的時間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覺得這段影片可以 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知道 又或者是訂閱和小鈴鐺 有什麼最新的資訊 第一時間跟大家分享 今集的時間就到這裡 跟大家說聲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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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